我說這樣OK喔 他說沒關係啦 說兩千多 三張卡 對 我說兩千多 你不准買 我說 你怎麼買 媽媽 我們這輩子絕對不會喝酒 你花了那麼多錢來說 迪士們的Cruz 雖然要玩象棋 而且象棋有什麼好開心的 還記得小時候 每次簽聯絡簿的時候 都很怕 老師在上面寫一些 我今天在學校做的壞事 那個時候我就會假裝 我忘記帶點都不回家 我是直接就是 冒充我爸媽簽名 妳一定簽不像 超像 我爸的跟我媽的 我都很會學 妳有在練 對啊 我覺得 他們都是就亂圈圈圈 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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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圈圈圈圈 不是 因為大人簽名就這樣子 就是胡過去 可是我相信老師一定知道說 這不是你爸媽簽的 但他也懶得管了 老師其實都看得出來 其實如果沒有太嚴重的事情 這件事情好像就可以過 可是家長有時候 在簽聯絡簿的時候 總是會發現一些 老師在上面註解的一些 莫名其妙的事情 會 所以 你的小孩怎麼了 對 今天在學校打架了 之類的 所以我們今天邀請到的 藝人媽媽們呢 就是小朋友聯絡簿 還是現在他們 還要簽簽的狀態 我覺得他們好敬業喔 怎麼說 因為有時候我女兒就是 我都忘記有聯絡簿 妳現在還要簽嗎 我就是忘記有聯絡簿這個東西 我以為已經進步到 就是可能就是線上溝通 對 然後可能一個禮拜之後 我女兒突然說 媽媽 線下聯絡簿 我說 聯絡簿 不是應該是每天簽嗎 她說 然後我就簽完一個 她說還有前面的 我說前面的 然後她說還有大家前面的 我說那這樣不是很多個空格 都是沒有我媽媽簽的嗎 對啊 我說這樣OK喔 她說 什麼啊 她明明有好答耶 對 我說老師沒有罵妳嗎 她說妳現在簽就對了 所以一定是老師有唸她說 妳要給媽媽簽 她才想說好啦 簽一下 對 OK 因為我的小朋友喜歡 所以我一定要買給她 很多媽媽呢 都會買很多東西給小朋友 但是這到底是小朋友 真的很需要 很想要 還試試媽媽愛亂花錢呢 我覺得 妳是不讓小朋友 就是花太多錢了對不對 我昨天才因為他們要買東西 然後我跟他們發了 一點小小的脾氣 因為他們昨天就是 姐姐跟妹妹在討論說 你看就是那個韓國的 偶像明星的那個照片 卡片 然後一張 小卡 對 她就說 妳要買幾張 她就說 我想要買一組耶 然後我就一直投一聽 她說一組就這三張啊 然後我就說 請問一下一組多少錢 她們說大概兩千多吧 我說兩千多 三張卡 對 我說兩千多 妳不准買 然後她就說 那我想說老娘以前也追過星啊 對 三張兩千多 會不會太over啊 她那個到底是什麼卡 為什麼要那麼貴 就是感覺就是好像有幫你護備 然後又不像以前早期護備那麼 不是書局 然後掛一整車 然後可以翻的那種 感覺霧霧的那種 然後有一點滿有質感的 我就說你只准買一張 然後她就說 然後我就在那邊跟她爭執了很久 但是她是花自己的錢嗎 然後她就說 我之前有拍廣告 我要用我自己的錢買 那這樣的話妳OK嗎 她就沒花錢 我用自己的錢 還好吧 對啊 可是兩千多 而且她們五年之後 那卡會塞在哪裡 可是妳當年妳也買過啊 我當年一張十塊耶 拜託 不一樣 可是十塊妳也是買超多張吧 對啊 我一直自己存錢 買個大概五六張啦 對啊 那妳才花五十 合理啦 要是妳們會讓她買嗎 兩千多會壞三張 我可能會買三組吧 三組 妳會包到吧 對啊 我一定會包啊 小孩喜歡嗎 會覺得這樣很便宜耶 看到隔壁的表情 就很明顯地知道 今天分成了兩邊 沒有 明顯 那個翻線不用畫出來 妳跟我一樣了嗎 會覺得太誇張了 我不行 我也不行 會嗎 小柔妳是不是連一張 都不讓她買 一張我會啦 還是會讓她買 但是能買到一組 三張兩千多 我自己都覺得 等一下那如果三張兩千 說一張八百 當然是買三張划算啊 數學不就是這樣算的嗎 可是是那個心態啊 因為我都會跟我小孩說 媽媽只讓妳選一個 妳要認真看完全部 只選最喜歡那個 可是她說 他們就是一個團體啊 我怎麼可以只買一個人 合理 這樣我主角合理 所以妳就被說服了嗎 不要笑老闆的盪 老闆就是要騙妳們錢 團體為什麼不能三張 三張八百就好 她都說媽媽 我每一個人都喜歡 真的 我每一個人都喜歡 用我的錢 最後一次的拜託 而且我紅包錢 以前都是妳花走的 妳我現在有自己存起來 妳去拿那個買給我 妳真的是妳女兒 妳真的好有賠優 她其實有邏輯的在給妳 對 她在談判耶 我就想說那 到底要不要讓她買啊 可是她們 我後來還在苦老的時候 那個我就已經聽 她們兩個在交易說 OK 我明天去學校 幫妳跟那個人講 妳就什麼 妳錢再給我 就已經 好像提示 黑市交易 已經把我排除在外了 但我跟你講 如果她們有買到還好 如果就是因為妳一直 來來揮揮 然後最後那個收外的話 妳就變成千古罪人了 那是直接恨媽媽 妳可能要花兩倍的價格 再把它買回來 而且妳要療癒她的心情 要花很久 好 買 買 好 很幸福 很幸福喔 那妳會不會希望她就是 跟妳一起做一件事 不要只是使喚妳去做 對 我會 妳最大的夢想 是跟媽媽一起做什麼 可以去參加我學校活動 就是因為 她們沒有參加過嗎 就是很少 學校有活動 基本上的時候她都是 幾乎都是爸爸來參加 她都死都不參加 妳真的講了一個 妳在意的傷心事對不對 因為我女兒 只要一個什麼無聊的活動 我沒有出現 她都會說 媽媽妳今天有去嗎 然後我就說我有去 她說我沒有看到妳 所以導致 因為那個家長都一群 我二女兒畢業點的時候 她站在台上 然後我們是坐在那個 很後排 然後很怕她說我沒去 然後我看到她 走到那個舞台中間的時候 我就說 然後她就這樣 然後她就這樣 媽媽 妳有來啊 我再這樣 我沒有感覺 我可以 然後她就這樣 好丟臉耶 好丟臉喔 好羞恥喔 我然後旁邊的爸媽都說 搞得妳最捧場 不是 因為這樣 小孩知道我有來 對 現在媽媽怎麼還沒有出現過 就很少 大概一兩次啊 妳真的從來沒有跟爸媽 發過脾氣的時候 我不想要被妳們指使的啦 是沒有 從來沒有 妳從來沒有發過脾氣 沒有 妳怎麼脾氣這麼好啊 對 她不會 她不太生氣啦 因為她的個性 其實就比較溫一點 然後她只會就是被罵 她會 她 妳聽聽看妳是怎麼罵她的 不是我罵 我罵她 是妳老公 我很愛她 是我老公罵她 妳老公怎麼罵她 我老公其實是一個非常偏心的爸爸 對姐姐就是那種 就是 很寵 寵女魔人就對了 所以我對她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她有時候 她罵她其實也沒有多 也沒有多狠 可能就是有一點 我覺得是有一點 傷她自尊心的那種感覺 就譬如說她就說 一碗飯 只是一碗飯放在她面前 一碗很少 我覺得以她的個量 那樣一碗我覺得也滿少 她就說 妳跟我吃一半就好了 不要再吃那麼多囉 她爸口氣就這樣 那我又覺得 她已經吃夠少了 但她還在長 那當然我也不希望她吃太多 我們都希望她瘦一點 可是呢 妳還要這樣逼她就很可憐 然後就 她都已經在吃了 妳還要一直唸 那個心情就壓力很大 然後她就會真的吃一半以後 就放旁邊 她就進房間 那她其實就 妳看我就看到 她有一點心情不好 那妳在進房間的時候 其實妳多安慰她兩句 她就掉眼淚了 那我就會說 好了 沒事 所以爸媽一直希望 妳趕快瘦下來 是不是給妳很大的壓力 只是媽媽一直嫌我胖 然後又叫我瘦 只是 出去我們一起在吃飯 然後她就一直點 她自己想吃的東西 她都只吃一點點 她就平平點很多 然後她 剩下的就是給我吃 然後我就把它吃完 然後還有一些 精神 對 然後我就吃不下 然後大概還剩 如果剩這樣的話 然後她就說 妳太浪費了 這樣子不行 然後她一直逼我吃 然後明明就是 明明就是妳媽吃不完 對 然後她就叫我減肥 怎麼那麼怕 妳好像太瘦 體身分裂 難怪她剛剛說妳 體身分裂 妳這樣很過分 妳壓力好大 自己不敢就是 把食物這樣問 怕糟填淺 然後就逼兒子吃 對 然後心裡好過一點 然後又叫她減肥 然後又說 對 還有抱怨兒子嗎 好過分 然後兒子只是希望媽媽 可以來個學校的活動 都倒數了 都只是想看到我們媽 妳是不是因為 所以因為媽媽是明星 還是妳覺得說 媽媽來學校會讓大家覺得說 妳媽媽很漂亮耶 不是啦 不是喔 因為爸爸 我覺得 因為爸爸平常就要工作 媽媽 就是平常 對 就是因為他一二沒有工作 所以平常有時候學校 學校有活動 基本上有時候 都是他沒事的時候 然後他也不去 對 在家裡睡覺 所以你有跟他好好講過說 媽媽你可不可以來一次就好 也有跟他說過 然後他說什麼 他說不要 不要 然後斷然拒絕你喔 他有說原因嗎 沒有 為什麼不去 去幹嘛 去幹嘛 欣怡妳的 有些家長我會就可以 妳會去吧 我也是都會動 沒有 我都會問他 說要去幹嘛 然後他就說沒幹嘛 他說那就去幹嘛 沒幹嘛 要去幹嘛 我也不太會去 他不敢講 可是我覺得 小朋友希望爸媽去學校 是因為他覺得你 才喜歡 他第一個是 他覺得你很 就是備受寵愛的感覺 然後另外一個是 你去學校可能會讓他 覺得很有面子 對 像我每次去學校的時候 我真的記得 因為我很常就是 去他們學校參加活動 大兒子 然後大兒子的同學 就會稀稀說說 JESH媽媽好漂亮什麼 一開始我本來以為 他們是不知道在講什麼 就有一次我真的就 走過去聽到他們就 哇 好漂亮 我就想說他們在講我嘛 偷偷看 然後他們就 小女生害羞的 我在那邊這樣子 我想說 他們在講我 就覺得很開心 妳是想好好打扮去對不對 對 有好好打扮去 然後化個妝 然後同學就會講說 所以我兒子回來 就會跟我講說 媽媽 我們班同學說 妳很漂亮啊 說妳真的不像 生三個小孩 我說你們同學知道 什麼叫生三個小孩嗎 對啊 知道 媽媽都那樣子 太成熟了吧 對 那我就說 我就覺得很棒 我就問他說 那妳是不是很喜歡 媽媽能夠去你們學校的活動 然後他又說 對 我希望妳能夠來 我之前就是 有想去姐姐的學校 可是姐姐就跟我說 我不希望妳來我學校 我只希望我爸爸來 為什麼 因為姐姐不希望我去學校 造成就是 同學會認識我是藝人 然後他覺得爸爸 因為爸爸不是 他不希望被大家 覺得說明顯 說我媽媽是藝人 姐姐是這樣的心態 可是姐姐是姐姐 她是她啊 她希望妳去啊 她只是希望妳去一次 她可能就覺得說 是不是那我就 不要出現比較好 低調一點 所以她現在沒有講 妳都不知道 她想要妳去 但是她從來也沒說 我很想要妳去 她都沒有這樣講 我是沒有很想 只是 對 看她也沒有講 希望去 你就去一次嘛 你們接下來有什麼活動嗎 學校 目前沒有 沒有要辦家長會 目前沒有 對啊 滿希妳真的希望我去的時候 妳告訴我 妳剛才講的 所以那些同學都說 妳好漂亮 對啊 我覺得就很得意啊 真的 妳知道媽媽 活到三十七歲 不就追求這些 對 許外的年齡嗎 四三個 對啊 真的 而且妳知道 其實就是媽媽有時候 真的妳去學校 一定要化妝 就不能夠素顏去 而且我覺得還要保養好 對 素顏去的時候 真的 兒子就會說 拜託妳不要來 甚至妳知道 因為我要去學校的時候 許老三都會說 妳要穿什麼 對啊 會指定妳服裝嗎 對 她說 妳不要給我穿 妳先來這套 我說這套是我在家穿的居家服 我不會穿出去 還是要訓練一點酒量 因為我的目的是叫她 不要一杯醉 因為有的完全不碰酒精的 然後妳喝一點點 就不知道什麼狀況 然後我要告訴她說 怎麼樣到七分 然後結果之後 不要再喝氣泡水 對 對 是 當然是很便宜 這些 對 女生嘛 然後就跟她講說 大概這樣子 那些可能要對酒 有一些認識 像我那時候是 連那小小杯的 我都不認識 我只覺得看起來好好喝 小杯的 覺得很好喝 純的 結果 不是 就 對 而且她說要喝很快 不可以 要一直 不可以分斷喝 你會不會臭 嚇就是一定要一口 我知道 我覺得那時候她覺得說 這麼小杯 那有什麼不行的 你就喝下去 妳瞧不起她 她太小杯就對了 那時候 越小的 越恐怖 對酒不認識 看裡面是什麼 對 所以就覺得 可能要多少有點認識 所以現在十二歲 趕快開始讓她們練嚇 對 這也不用了 這也不用 但遠懷就說 先一杯 沒有 我跟你講 妳帶她們去小孩子阿姨家 我大概一個禮拜 就可以當酒家 沒有 我女兒都是看著我 她們都說 她們都說 媽媽 我們這輩子絕對不會喝 有一個最壞的示範嗎 不是 然後因為有的時候我就說 我就說 女兒 妳也大了 來 跟她媽喝杯紅酒 她說 妳是一個反教宰 妳好強喔 我就說喝了一下 她不會怎麼樣 她就跟妳說 NO 如果變得跟你一樣的話 NO 跟你一樣 我們去還是要去 我們大人想去的地方 殊不知有了一個小孩之後 妳人生整個就是變了 我覺得完全不能帶小孩 去大人行程 因為這樣妳不開心 小孩也不開心 大家都不開心 然後老公老婆 就會因為孩子吵小孩 因為有一次 我們就是去新加坡 然後我就說 寶貝 妳訂了這個餐廳 因為是什麼米其林 就是米其林的餐廳 我說小孩去也不適合 他們可能有規定 我說我們在飯店 點餐廳服務就好 她就說 就全家一起行動 而且是朋友訂的 妳不要這樣掃興 我就說好 可是因為那時候 我二女兒已經有點感染 不知道什麼病毒 就是一直在那邊發燒什麼的 我會在台中 想說就硬去 然後就顧她 結果她就是 餵她一些麵包 什麼什麼的 她就開始你知道 媽媽那個耳朵都很靈 就聽到那種 還有她們的行動 那個身體有這種 知情 對 然後我就說 來了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伯伯她可能要吐喔 然後她還在那邊 跟其他朋友在那邊聊說 所以妳現在買那個車怎麼樣 怎麼樣 沒有表啊 然後我說伯伯 然後她說怎麼樣 我說她要吐 然後我就 然後 對 然後這個就算了 然後我就說 趕快就嗚她嘴 然後下面就馬上 啪 十也 然後我就說 來不及了 嗚嘴跟這樣 然後就回來 然後我說伯伯現在去下廁所 然後我就回頭看 她還在那邊說 然後 OK 氣死我 氣死我耶 她有多厭戀 在米其林三線 然後旁邊的那個 大家都會看嗎 有什麼味道啦 之前客人看到我還說 這小孩子嗎 我說 妳好 對 然後覺得她很優雅 然後結果突然是妳知道 吐跟屎 然後結果來 然後到餐廳那個 廁所裡面擦 可是那個臭味 就已經在身上了 對啊 怎麼吃得下 其實不覺得在一個餐廳 通常孩子只要一出事 媽媽永遠是第一個 對 聽到 看到 救他 一定是媽媽 對 而且我很討厭那種老公說什麼 誰家想要看一下我們小孩 然後我們來個家庭的聚餐 因為他們想看我們小孩 我想說 幹嘛想看要帶去看 因為帶去小孩出去 累的都是媽媽 對啊 就有男生可能 爸爸們在那邊 高談 擴論 聊天 然後我就完全沒辦法 好好的跟大家聊天 因為我就是左一個 右一個 然後在那邊撿食物 然後在那邊餵 然後還說不要下來亂跑 因為我也是不拿3C 所以桌上不會有手機 他們一定會到處動 然後就是變成 我根本沒辦法 很優雅吃飯 然後就他們聊天聊得很開心 我就一直在追小孩 所以我就根本就不想 因為任何人想要看小孩 約我們吃飯 然後就要帶小孩 我覺得如果你想跟我們聊天 大人就是約大人的 不然就是你們也帶小孩 一定是這樣子 讓小孩可以玩在一起 對啊 而且我老公也是很愛 跟我放狠花說 寶寶 所以近年屬下 來個郵輪之旅帶小孩 因為我們之前有跟我公婆 去郵輪之旅 覺得很棒 我說好 她說而且是迪士尼的 我說那不是太多耶 沒有去過 真的我也想去 我想說那太棒了 那一定是有很多地方 可以把小孩直接丟進去 然後我就可以在那邊 喝酒什麼的 對 然後沒有 就是一check in 上船之後 然後我老公就立刻 看到床之後就 選一個最好的位置 然後他就開始把iPad打開 然後就開始玩那個象棋 然後我說寶寶 這個船上最有名的 不是那個tube嗎 就是 你知道那個 上面都可以那個滑水道 電影院什麼都可以玩 好想去 然後我就說 我們要不要帶他們去那邊 他說 妳先去 我等一下再隨後跟到 對 最喜歡說這個 然後我去那邊之後 他們就已經排隊 就輪到我們了 可是他說 抱歉 就是一個大人要帶一下 陪一個孩子 然後我就一個這樣幫我帶 我就說 但是... 對 他說 我說可以 可以我只是吐 對... 兩個一起 對 他說不 然後我想說我老公呢 消失 然後我就說沒玩到那一次 我就很氣 我就回房間講說 他不會還在玩象棋吧 然後我就 換跳起 然後我就看他 吊 吊 怎麼可以玩的東西 你花了那麼多錢 來做Deeson的Cruz 是要玩象棋 而且象棋有什麼 好開心的 怎麼會是反對 真的耶 他就只有這樣而已 因為他到現在 他玩到現在 現在 有時候我失眠 比如說我今天要工作 然後昨天晚上 譬如說睡不好 然後他可能會三年起來 就是突然間拿來 可以去廁所 然後就... 然後女生的耳朵 是很明明你知道嗎 我覺得當媽媽之後很明明 然後我就再討在那邊 已經睡不著了 然後我就說 寶貝 他說 幹嘛 我說 你玩象棋 有需要開聲音嗎 又不是一個什麼 很刺激的 對 在那邊會有聽笑的 對 又不是什麼 削那個水果 還咻咻咻咻咻 他就... 然後他說 我真的弄個小聲音 怎麼會聽得見 很容易聽得見 凌晨三點很容易聽得見 我真的 我現在最大的夢想就是 拿... 走過去然後拿他那個iPhone 然後說 你吻著 吻... 然後就... 吻... 吻... 好惹人啊 超有智 我被那個象棋 真的氣到我真的是 難怪我咳嗽一直好不了 後來就吻了 怪典的影響 從那個大概八年前的 迪士尼 Cruise 他就有個玩象棋 完到現在 怎麼會那麼早 聽到那個是應該很焦慮吧 很焦慮 氣到不行啊 我就會說 關掉那個 吻的聲音 然後他就會把它弄小聲一點 可是他會 吻... 我都... 他怎麼覺得沒有吻 然後那個起字就沒有走 對...有一個感覺 氣死我 我們今天不是要推薦大家一些 好方案嗎 不會啊 我們就是這麼多 真的是悲慘故事 不會啊 這也是可以讓大家就是說 不要... 學習的 對 不要高呼自己 對 不要安排 不要安排就是 大人覺得好玩的東西 然後小孩根本沒地方玩 2 Historic 사람들 箆是 很快 Здесь 可以 在等 屯